2033年 这个男人已经实现了人机合一 没错 他的大脑已经植入了芯片 很显然 对面的凡胎根本不是他对手 对面也是虎 这种情况不考虑逃跑还要硬刚 只见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这时换了别人早就求饶了 可对方拿起刀子就要刺过去 下一个 芯片操纵了他的身体 最终结果了这个男人 随后男人要回了身体的主动权 通过芯片分析 害自己妻子的嫌疑人可能在一个酒吧里 于是 男人假装瘫痪坐着轮椅 来到了目的地 进入酒吧以后 男人挑衅地表示 他知道这里有杀他妻子的人 便让他自己站出来 众人看见这么一个瘫痪的人 敢说出这么疯狂的话 一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反 可就在这时 真的有个不怕死的站了出来 然后推着男主就去了厕所 也不知道要对男主做什么 本片 玩